3月9日,豆镜桐为某杂志拍摄的最新时尚大片曝光,奇特造型引发网友热议,照片中,豆镜桐的头发两边都剃光,露出了头皮,但是头顶和后面还是保留着很长的头发,他的妆容比较清淡,没有浓妆艳抹,脸上的毛孔清晰可见,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。 整体造型十分前卫,眼神冷酷,与他一贯的叛逆气质十分吻合。 另一张照片中,24岁的豆镜桐,穿了一件亮黄色上衣,衬得他皮肤更加有黑,他手中举着一本书认真观看,昏黄灯光下,仿佛是旧时代走出来的人物,复古风十足,极具个性。 网友看了豆镜桐的最新大片,纷纷直呼接受不了,有人表示很好奇,好好一个女孩为什么这样,也有人直言欣赏不来,搞不懂为什么越拍越偏门,以前酷酷的挺好看,希望他不要再搞怪了。 前不久,豆镜桐主演的电影《第十一回》发布预告特辑,这部影片由陈建斌自导自演,豆镜桐将会出演周迅的女儿。 这个配置,不禁让很多观众颇为期待,值得一提的是,豆镜桐在花絮中表示,这是他人生首次穿裙子,也是他觉得,在拍戏过程中最有挑战性的事情。 豆镜桐一向是时髦前卫的代表,他经常会有着奇特颠覆的举动,让很多人大跌眼镜,不过,也正是这些看似接受无能的特质,才组成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豆镜桐,希望他的人生永远如此肆意多彩,期待他在新电影中的精彩表现。